老公,人家订了一间Villa哦 啊,又度假,不是要存钱买房吗 我是订了凤凰Villa 哇,既然有千坪花园,十五项休闲公社 回家就像度假耶 而且花园比房子还要大呢 还有我最爱的游泳池,耶 龙大营建,Villa生活 十年防水保固,二制三房 07-398-5555 凤凰Villa 欢迎收听潜能无限 这是我们的全新计划 潜完水后的潜点美食 会有这个计划是因为来自网友的留言 希望我们可以介绍潜完水之后 能够在潜点附近吃的美食 所以呢,我们会找相关的一些美食达人 来跟各位介绍或者是分享 这些关于潜点附近的美食资讯 好,那接下来我们会以短篇的形式 不定期的跟潜水好朋友分享 所以准备好了吗? 就让我们开始我们的潜水美食之旅吧 当我们每次在潜水结束之后 我们要去哪里吃美食呢? 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有兴趣的问题 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三位东北角的美食达人 好,那让他们分享 在潜完水之后 他们会推荐什么样子的美食给各位呢? 好,所以我们来欢迎我们第一位来宾 好,Felix同学 哈喽,我是一点都不性感的Felix 好,那再来呢,是阿正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正 好,那最后呢,是Cindy同学 哈喽,大家好,我是Cindy 好,那我们先 各位今天想要怎么开始聊呢? 我想问我们这个美食地图的这个网友呢 他是北部人 所以我们先从东北角开始吧 Felix,你对东北角有什么特别值得 你觉得值得推荐的地方呢? 我应该会先从潮进开始叫 OK 从早餐好了 早餐大概我会推荐在 正宾渔港旁边有一间 那个基隆的美食 基隆人应该都知道 他是一个算是小铃嘴吧 或者是他 他会放在很多类似像面食啊 或者是放在主餐里面当配角 那就是那种有点我们南部人看 就是看起来像是那种黑轮之类的 那个叫吉菇拉 你说Oden吗? 我不知道北部人是怎么讲法的 那台南人怎么讲?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火锅里面的配料 所以在基隆他们叫做吉菇拉 对 基隆叫吉菇拉 为什么我听到吉菇拉三个字的时候 我会想到别的东西去了? 可吉啊 对啊 这好像有点 不仔细听会听错耶 也有人好像讲花轮之类的吧 花轮又让我想到那个 想到那个 小丸子 对 小丸子 其实他就是比较薄的竹轮 是吗? 对 那有比较厚的竹轮吗? 厚的就叫竹轮 然后薄的就是吉菇拉 原来是这样子 OK 那他为什么当初要做那么薄? 这我就不知道 但是CINDY你不是基隆人吗? 好不 严格来说你是暖暖 他也不是暖暖的 不是暖暖吗? 他声势很复杂 声势很复杂 那我们下次再专门开一集 来讨论CINDY的声势好了 OK 所以你会推荐在正兵云港附近的吉菇拉 所以他一大早就开始营业了吗? 他7点就开始营业了 哦 那么早? 我会喜欢他的是因为他的纯手工 然后用碳烤 那一般的话会是用那种红外馅烤炉去烤 所以那个味道不是那么的香 但是用木炭的话 他会增加另外一种风味 但他比较可惜的是他只是单单的卖 所以没什么配料 哦 你说就只有吉菇拉 对 就吉菇拉 因为他是专门做批发给一些商店 所以他零售他还是接受? 他零售是接受的 我记得他是不是在那个什么喜洋洋的正对面 应该说他的潜水船的正对面 对对对 喜洋洋潜水船的正对面吗? 对对对 所以如果各位潜水员知道喜洋洋船停在哪边的话 就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个手工碳烤吉菇拉 但是如果是潜水完你要去买的话 他开到11点 那么早就结束了 对 所以你得说你要潜水之前先买一些带去你潜水中途 休息时间的时候可以刻一下零食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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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一个不错的早餐的可以大家可以考虑的部分 第二个早餐我会想到如果你是从快速道路下来 不妨先下到瑞芳去 那瑞芳那边在瑞芳车账旁边会有一个一口酥饼的早餐店 那个很有名 那个每次都大排长龙 那么早应该不会大排长龙 是吗?我每次去 但是我每次去好像都过中午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早早上如果我们是8点7点多集合在 潮进公园或东北角的话 其实大概下轿到顺路买一下 在在往你的前点去我觉得蛮好 哎很可以 他 呃烧饼 我觉得烧饼不舒服行 哦 不舒服行肉浆 哦 但是味道一定会有点差异啦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吃就对 嗯嗯嗯 不晓得软软的 有没有常去瑞芳吃的 没有 没有 哈哈哈哈 所以完全没吃过 没有哎 真的吗 真的 我今天我今天 好像听到才蛮蛮shark的 我今天找错人了吗 哈哈哈哈 两个基隆的名店 然后结果 对暖暖人不知道 暖暖不知道 所以我说他身世非常的 有啦 几个啦我知道啊 可是我没有现场吃过 都是在吃卤味的时候 或是火锅的时候 你说他批去那家店之后 对就是基隆的火锅店 或是卤味店里面 通常都有几咕啦 这个可以选 OK 对或是小菜 嗯 也有几咕啦可以 对 那有几咕啦配竹轮的吗 哈哈 哈哈 应该是没有这样啦 就 比较薄的 比较厚的 不能混在一起吃吗 就两个几咕啦套在一起 变竹轮 影响口感 嗯 因为基隆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 什么双肠 还三肠 那个 三肠 三肠 现在有五肠 五肠 他不是就是一堆肠子套在一起 对啊可以 这我不知道 几咕啦套几咕啦 哈哈 啦啦啦之类的 哈哈 几咕几咕 好对不起 那个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这个随便乱讲 那个基隆有名的美食 到时候被网友骂 好我们回来 回来回来回来 OK好 好那个一口书非常有名哦 这烧饼 好烧饼 所以如果你是去 呃蝙蝠洞方向啦 或者是草禁公园方向啊 还是 呃那个什么 呃奥迪 对不对 奥迪玉堂那边 对都可以考虑走这个方向 反正就下快速道路 就顺道 不会很远啊 就下个快速道路交流道口 顺便买一下 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去市区在买的时候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那边很容易塞车 那边没有停车场 对 所以你一定是可能围停 对 快速停一下 赶快买赶快走 对对对对 或者说车上如果有人的话 就是你先下来买 然后他先绕一下 尽量不要妨碍那边的交通 因为那边 本来就已经很多车了 对 尤其在车站前面路又 路又小 对对对对 好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集 为各位介绍的潜水美食 镇冰渔港的手工炭烤鸡骨啦 还有瑞芳镇上的这个 一口酥烧饼 好 那希望你会喜欢 接下来呢 我们还会有其他一些 潜点美食地图 跟各位听众分享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